我觉得又在做政治操作了 这个政治操作操作到 我们都疲倦了 因为讲出要把这个政治档案解密 要求安全部门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我们很关注了几个大的政治档案 例如说在发生在1979年的 林毅雄他家的这个血案 林毅雄就是民进党的 以前的党主席 他在美丽岛事件之后 被军事羁押的期间 中第二年的时候 他的家人都几乎都罹难了 都被杀了 那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一直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发生在1981年 一个台大教授叫陈文成 他被当时的警备总部 那么约谈之后晚上回去 第二天被发现 他死在这个台湾大学的 研究生的这个宿舍的前面 那这样的一个悬案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侦破 台湾的民众都想知道真相 民进党也一天到晚把这个几个案子 拿出来做宣传 但是陈水扁执政了八年 那我们都要求公布真相 没有公布 现在蔡英文也干了快四年了 到五月二十号 五月十九就满四年了 这四年间也不公布 那突然间在二二八的时候又说 我要继续搞转型正义 我一个月内要把所谓的 这个安全的这些 这个安全部门要把这个政治的 都要解密 那我们都不知道他要解什么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又开始做一些选定了 也就是对于国民党不利的 或是对于国民党 现任的特定的人士 那么不利的 或是对他会产生打击作用的 那么能够继续把他追杀的 就把这些文件就把它公布 每到选举就来操作一次 每到就来操作一次 现在又讲一个月内公布 我们倒是真的很想看看 他要公布些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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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就 flav alk 好 好